你好 我今天做的菜是煎鸡蛋 我爸爸妈妈也喜欢我做的煎鸡蛋 嗯 你怎么做呀 这个是 油 小心烫 好的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是 锅铲 鸡蛋 小心一点 你不放盐吗 放了 要放盐是吧 一点放了 明餐你在干嘛呀 哦 哦 在干嘛 好了吗 完成了 好吧 这个好吃不好吃 我做的很好吃 对 嗯 刚刚送儿子去幼儿园了 现在回来了 今天没有课 今天听说 会有黄沙 下黄沙雨 天气是阴天 最近因为春天嘛 然后眼睛总是 会发炎 就是眼睛里面特别痒 可能是那种花粉过敏 昨天晚上我妈妈给我发视频过来 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然后昨天晚上就跟我说 五一节 中国不是有个小长假吗 她说她带着我弟弟 然后准备回老家 看一下我外婆外公 我妈就埋怨我 她说 谁让你嫁这么远 你要是嫁的近一点呢 小长假你和弟弟就可以一起回家 看看外婆外公 其实我妈说的也是对的 但是我也没办法 已经嫁过来了 那个时候 我还以为我妈没有意见 没想到她嘴上不说而已 心里其实还是介意的 然后我妈还有说到她说 哎 早知道就让你嫁给那个以前的那个男朋友 那个江苏的那个男朋友 因为我前面的那个认识我老公以前 那个前男友是江苏人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如果我嫁给他 我早就离婚了可能 我说我嫁给他 我不一定会幸福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江苏男朋友 是同一个公司上班的 然后就是都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 然后他出轨我们同一个公司的 另外一个同事 所以我就和他分手了 所以中间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嘛 就分手了 我跟他也是谈了三年 然后分手以后就认识我现在的老公 其实我还是很庆幸 那个时候没有嫁给江苏的那个男朋友 我觉得如果嫁给他了 我真的还不一定 现在是过的什么样的日子 还有一个那个时候是年年龄比较大了 25岁了 如果再找的话 再谈的话 那也到30多岁以后才能结婚 就是其实认识我老公也是比较 比较偶然的吧 认识我老公也 我也因为我那时候 什么韩国啊日本 我根本就不喜欢 就是不喜欢韩国人 也不喜欢日本人 但是在跟我老公相处久了以后 我觉得这是 喜欢一个人真的是没有国界的 这句话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过得还是蛮幸福的 虽然说嫁这么远 那昨天晚上我妈就可能有点 可能是想家了吧 她跟我外婆外公也离的比较远 外公外婆是在老家 然后我妈和我弟弟呢 是在上海 弟弟在上海工作嘛 然后她买房子买到挖桥昆山 所以他们无疑都回家看我外公外婆 我又回不去 我也有心无力啊 如果没有疫情还好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是想回去都特别难 不知道打完疫苗会不会好一点 唉 对 对 对 我说 那你我想去 你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